科技進步但有人藉此犯罪 我們特別的 對於任何人的不效行為 都必須依法制裁 法律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要趕快來因應科技進步 後人家利用用來的犯法 加以補足 而我們也呼籲國人同胞 盡量對這一種 不要轉傳 不要購買 不要使用這樣子來減少 不效之土的獲利 國民黨當年藉由特務情報 及其他種種不法方法 來強制人民壓迫人民受苦受害 時間非常的長 現在漸漸因為民主開放 轉型正義時間漸漸的證明了一切 水落石出 當潮水下降 誰沒有穿固執就會被看清楚 自己做了什麼事 既然現任的黨主席 對於當年國民黨所做的事情 應該一概承擔 卻加害人 反而哀哀叫說什麼 分化清算 這真是執迷不悟 台灣是以外貿為主的國家 任何有助於國人 對於外貿等等 有利的事 有利的組織 政府都會極力來爭取來出城 但同時對於國人的健康 產業的安全 國家的安全 我們也一定會嚴格把關